大年初三天气又是如何呢 我们请立冈来告诉我们 大家新年好 在现在已经大年初三了 这个除夕初一初二连着忙了三天 在大年初三的时候要困个吧 所以在今天你有没有睡到宝 睡到宝之时准备要出门去 打开了窗户外面 突然之间发现了一件事情 哎呦怎么在下雨啊 因为最主要封面云带通过了 华南水期待冬移了 所以在我们台湾上空 云层量普遍的都比较偏多 提醒你特别注意的是 今天雨区行车要特别的注意安全 第二个要提醒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还想冲高山的话 今天倒是有些降雪的机会出现 不过要特别注意啊 路面都有结冰的状况啊 你如果去行驶这种雪地的技术不够好 还是别上去啊 大过年车子不要被碰了 碰到撞墙壁之后呢 下来修车 哎呀那真是不划算啊 那我们就来讲一讲 剩下几天的假期 我们的天气状况会是怎么样的变化了 大年初三睡到宝之时呢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呢 先来看看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可以注意到 华南的水汽带大片的 逐渐的由西往东的方向移动 在台湾上空最重要一点 就在于今天的大约是在 呃 加以以北都有些局部性的 降雨的状况出现 因为水汽带的发展就是这样子 由西往东的方向走 由西往东的方向走 今天呢 在华南地区还是有水汽会动移 不过更重要的是 北方的冷高压系统也已经开始逐渐的下来了 冷空气的强度就在这大年初三的时候 开始逐渐的增强 白天的时候一大早 你会感觉到就是今天一天当中的最高温 这是中部以北哦 南部地区中午还会有舒适的天气 不过海边的震风风吹来 可是开始有点冷骚骚的 接了到了周三 呃 就先来看一下初三晚上的地面图了 西北地区的高压 快速的由北往南的方向在移动 冷空气到了初三的晚上 开始进入到我们台湾的上空 沿海阵风 九到十级的强阵风 高山的部分呢 呃 降雪的状况 拍歇啊 到初三的深夜 到初四清晨以后开始水汽减少了 温度够低了 但是呢 因为水汽减少之下 就不会下雪了 初四没有机会了 只剩下刹冰在高山上面了 不过到了初四的时候 呃 冷气团开始南下了 温度形态来说在中部以北12度的低温 云嘉南平原空旷地区夜晚会因为浮世冷却作用 所以呢 在初四的晚上的低温就会降到12到11度 接着到了初五冷高压 在初五的晚上 逐渐冬移进入到哪里呢 进入到达东海 所以呢 初五晚上冷空气减弱 初六的晚上的时候呢 冷空气已经减弱 温度开始上升 拍歇 那也是最后一天的假期咯 接着呢 到了大年初七的时候 白天大家好好去团拜 好好去拜年 拜完年之后呢 晚上封面云带接近 在中部以北降雨又要开始增多 所以呢 在这大年初三之时呢 你要出门去 要提醒您 晚上越晚回家 温度越冷 穿着方面要保暖 第二个要特别注意的 就在初三晚上到初四清晨开始 冷气团的影响之下 要提醒在云嘉南平原空旷地区 因为天气起来 会有辐射冷却作用 哎 晚上的低温到了初四清晨 可能就大约在12度左右 晚上晚归的朋友 穿着要保暖 新年快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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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